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东京车站最近换装了 换装之后的东京车站除了恢复了 它一百多年前一些很特殊的大政时代的景象之外 它同时还开了非常时髦的新餐厅 国际媒体正向报道 东京车站复原整修工程结束正式对外公开 日本NHK的摄影棚内现场感十足的 复制建筑外立面的模型 复原的重点是让它恢复到大政三年 也就是1914年落成时的圆形拱顶 进入大厅内部抬头上看复原后的拱顶 优雅柔和的色调和精致细腻活泼生动的造型装饰 重新还原百年前的装潢样貌 建筑物的外观也很讲究 红色的外砖墙是它最醒目的特色 一楼和二楼修复成当初的造型 三楼铺上新的红砖 所以二楼和三楼的外砖墙 新旧质地明显不同 但还是很讲究的 尽可能修旧如旧 东京车站是日本近代建筑大师陈野金吾的作品 红砖与灰白色系世代的建筑特色被称为陈野金吾风格 台湾人一定很熟悉 散落各地殖民时期的红楼建筑 譬如总统府都可遇见这样的细节 而总统府的建筑师 三山松支柱正是陈野金吾的得意门身 东京车站1914年落成时是三楼的建筑物 但在昭和二十年 也就是二战期间的1945年受到空袭 建筑本体和拱形屋顶遭炸毁 正修成两层楼的建筑 2003年被列为国家重要文化古迹 2007年5月开始进行复原工程 但是要重现100年前的原貌使命兼具 譬如要还原天花板的颜色 但当时留下的全都是黑白照片 这件事 重建工程进行时还加入最新的防震技术 整座东京车站重达7万吨 南北长超过300公尺 是日本最大的防震工程 从动画图来看 东京车站的地底下 原本是用1万根松树木支撑 每根长8公尺 这些木头历经东京大地震 尘埋地底超过90多年 松树木现在被替换成450根钢筋水泥柱 每根深达20公尺 工事进行时又要避免破坏红砖外墙 繁琐艰巨 战战兢兢 东京车站复原后也出现一些新的亮点 车站里开设的一家餐厅 可以让游客一边用餐 一边观看列车来去 对铁道迷来说锦致绝佳 车站的商店街也展开庆祝复原完成的活动 这是以东京车站为形状做出的巨型饼干 至于这个看起来扎实的长方体 发想自东京车站的红砖 做出来的红豆面包 庆祝车站10月正式完工过程 日本政府邀请五位年轻的影像艺术家 以车站大楼为投影墙 进行围起一个月 每晚10分钟的灯光秀 百年的传统老建筑 在幻化转换的光影里 散发科技时尚的新风华 我们来看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五的美国股市虽然在Q3之后 仅仅两个礼拜 但是周五的美国股市 已经呈现了下跌的局势 这次主要是受到西班牙情势 担忧的拖累 待会文权世界财经报 要为大家告诉大家 整个欧债危机在一起 又是西班牙体育体制 非常的危急 道重工业指数 受到西班牙评级的影响 在周五的时候下跌了48.84点 一整周道重指数下跌了142.34点 其次呢是国际的黄金价格 国际的黄金价格呢 大家认为欧赢危机在一起 美国又有了Q3 除了钱跑到日元区之外 几乎都跑到了国际黄金价格 这个礼拜国际黄金价格 仍然维持了1773.90 算起来仍然是高的价位 整周呢只跌幅了0.23% 如果以第三季来算的话 计增11% 另外欧元兑美元 基本上虽然礼拜五的时候 西班牙的银行压力测试的报告 比预期来得好 但是大家对欧元未来的整体情势 又是西班牙会不会因为 它的自治区公图的关系 国家面临宪政危机而崩解 欧元在礼拜五的时候 只收在1.2856 这周下跌了0.91% 而美元兑日元也显示出来 日元再次成为全世界主要的 币限货币之一 日元又升值到了77.99的价位 待会回到目前世界财经中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